我可爱的吕宝们 现在几点钟了 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白天刷不到 因为我都是晚上才更新啊 喜欢吗 宁差时做庙 不悔一桩婚 这是老祖宗说的话 也是很多婚姻不幸的家庭中 被提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 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被害人在被施暴的过程中 应该是真的疼 小打小闹 咱就姑且不提了 童子献杀七岁失案奉上 时间2014年10月 地点 贵州省童子县楼山关 连续几天的暴雨 让住在楼山关地区的农民 都皱起了眉头 这一天天空微微放静 一位大爷来到自家 靠近210国道旁边的田里检查 他发现自家的田里 比旁家的积水要深 找来找去 他找到了问题所在 原来是自家田地旁 用于泄洪的寒洞被堵住了 寒洞里堆积了很多杂物 最突出的是一个蛇皮带 他将杂物连同蛇皮带 一起拖到了石桥下 随后点燃了一把火 说来奇怪 当火是烧到蛇皮带 哪个小位熬一下就上来了 有点脆皮五花肉的感觉了 大爷以为是自己饿了 随即转身回了家 两天后 大爷返回焚烧地点 开始清理焚烧物 他发现蛇皮带被烧出了一个大窟窿 大窟窿里面刚好还有一个小窟窿 好似眼窝 好似在注视着自己 他用镰刀划开蛇皮带 这一下好了 大爷要换新衣服了 因为啥 因为他被吓得一泄千里 蛇皮带里有一个被烧过的头颅 还有若干白骨 接到报案后 警方立刻赶到案发现场 在没有烧完的残渣中 将一股提取了出来 此时警方的第一联想 还不是凶杀案 因为在此之前 在楼山关一带 就有大雨将老坟冲出来的事情发生 但随着尸检的深度 这个联想被推翻了 在颅骨的颅椎部位 法医发现了整齐的明显的砍切状 也就是说 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 此案的性质一下就恶劣了 观察到该蛇皮带里的白骨 只是若干 还不是全部 警方立刻以案发地点为中心 向外展开搜索 不多时 在其余几个寒洞里 警方发现了两个 装有人体组织的蛇皮带 但这还不是全部 经过拼接 经过更加细致的尸检 当下可以确定 死者是位女性 年龄应该在18岁到28岁区间 死亡时间应该在三年以内 从面相上来看 有点褒芽 而且从褒芽上的生物痕迹来看 还都有伏斑 这说明 此人生活在煤炭产区 而在童子县周遭就有很多产煤箱 倘若死者就是本地人 这个假设成立的话 那后期侦查的范围 一下就缩小了 很快 从另外几个 稍后发现的蛇皮带上 警方的这一假设 得到了肯定 这几个蛇皮带 原先都是用来装猪饲料的 上面都有编号 编号的销售地区就是童子县 无名女尸 就是本地人 对童子县以及周遭乡镇 近三年以来 无故消失的 年轻的 有包牙的女性 警方立刻展开调查 很快 在红花园社区 警方找到了符合上述的人 潘某 云男人 多年前嫁到同在 其不仅生活作风有问题 而且好吃懒做 两年前无故失踪 带着这些发现 警方来到了潘某的丈夫家 奇怪的一幕幕上演了 对于妻子的无故失踪 其丈夫很淡定 准确的说 是毫不在乎 而且 当警方向其索要 潘某的联系方式时 他也表示没有 太反常了 迫于无奈 警方只好打到回府 动用技术手段查找潘某 当天晚上 他们便得到了潘某的联系方式 在确定电话那头 的确是潘某后 警方将他排除了 但在这过程中 他的几句话 为警方后续侦破此案 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他叫曾庆芬 这是意外之喜 也是包包详细 原来 在距离案发现场200米外 有一户杨姓人家 两年前 这户人家的小儿子杨阿健 娶了一个媳妇 这个媳妇就是曾庆芬 对曾庆芬的社会关系 警方立刻展开调查 疑点开始慢慢浮现了 首先 村中人对于曾庆芬 绝大部分都没有印象 只有个别人知道 一星半点 起因是两人结婚后 没有多久 曾庆芬就从 红花园社区消失了 对此 他的老公杨阿健 对外声称 他离家出走了 随后 警方根据 曾庆芬的户籍所在地 找到了他家 找到了他独居的母亲 面对警方的询问 其母一再坚持 虽然女儿两年多没有回家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联系 他肯定还活着 他只是外出打工了而已 时间到了就回来了 可当警方追问他 曾庆芬打工的城市 是哪座城市 曾庆芬给他打电话的号码 又是多少事 他一言不发了 他说的话前后矛盾 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女儿都神秘消失两年多了 他难道都不着急吗 过于无奈 警方只好再次运用技术手段 寻找曾庆芬 寻找的结果是 从2012年11月后 这个世上就没有曾庆芬 存在过的半点信息了 他人间蒸发了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曾庆芬凶多吉少 那么宣称他离家出走的杨阿健 无疑是最大的嫌疑人 通过商议 警方决定正面接触杨阿健 他跑 他追 他插尺南非 在福建某电子厂 警方抓到了正在这里上班的杨阿健 警车还没有开到警局 杨阿健就已经招了 他什么都招了 他承认了两年前杀害妻子曾庆芬 并分尸再抛尸一室 警方追问他的犯案动机 杨阿健淡淡地说道 因为我不喜欢他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不能离婚 我只能将他杀了 荒唐了 不喜欢就要杀了 不 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说 他说的是真的 这一切远于一场包办婚姻 曾母想将曾庆芬嫁到城里 而杨阿健家就是城里的 最主要的是杨阿健的父母事前如命 双方携上曾庆芬嫁到杨家 给八万块钱的陪嫁 曾母同意了 为此 他几乎掏空了所有的积蓄 最后双方签了一个契约 简单的来说 就是谁提出离婚 谁就承担另一方全部的损失 这是婚姻吗 这就是做生意 婚礼过后 两个不知情的年轻人 生活在了一起 不出意外的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杨阿健不喜欢曾庆芬 他有喜欢的人 曾庆芬很快就查去了 他哭着跑回了家 将此事告知了母亲 其母好言相劝 他对曾庆芬说 这很正常 过段时间就好了 年轻人就是爱玩 等玩好了 就收心了 回家吧 曾庆芬默认了 回家了 真的如曾母所言吗 不 杨阿健人小鬼大 这些都是他的故意而为之 他知道自己不能提出离婚 他就是要换着花样的刺激曾庆芬 他都已经计划好了 他先骂 骂不行就打 打不行那就杀 半个月后 曾庆芬拖着遍体鳞伤 的身体回了家 他还没有开口说话 母亲的好言相劝 便已经开始了 年轻人打打架很正常 我和你父亲年轻时也打架 不要紧 回家吧 下次他如果再打你 你就离婚 曾庆芬本想开口反驳 但他一想到 母亲这么多年 独自拉扯自己长大 他放弃了 他放弃了生的权利 哪有什么下次 没有了 见打骂 都没有让曾庆芬知难而退 杨阿健知道 是时候将曾庆芬杀掉了 他开始计划 开始做善后工作 再杀掉曾庆芬的前两天 他找来好友 替自己给曾母打去电话 阿姨你好 曾庆芬现在过得不快乐 倘若 你不要怪我 杨大 电话过的 他要给曾母营造自己 才是被害人的错觉 2012年11月的一天 喝得醉醺醺的杨阿健 再一次和曾庆芬发生了争吵 片刻的犹豫后 他动手了 他先用皮带将曾庆芬勒死 随后打电话 叫自己的好友来替自己抛尸 好友还真就来了 两人先将曾庆芬的尸体 拖到了卫生间里进行分尸 随后 利用黑夜的掩护 他们将曾庆芬的头颅以及四肢 丢到了离家200米外的田里 躯干埋到了门前 再处理好这一切后 他贼喊捉贼的跑到了曾家 他告诉曾母 曾庆芬和别人跑了 一瞬间 曾母便联想到了那一通电话 他认为 女儿肯定是和别人跑了 但他转念一想 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 女儿不用再挨打了 你们也没有离婚 我也不用赔偿你家的损失了 他被蒙蔽了 准确的说 是被自己的小算盘蒙蔽了 这也是当初 为什么警方上门 他一再坚持 女儿没死的缘故 2014年 10月26日 童子警方将杨阿健 从福建带回童子 很快 在杨阿健的指认下 警方从他家屋前的杀石下 挖出了曾庆芬被分解的躯干 到这一回 曾母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 她哭得肝肠寸断 急进婚去 看到最后 我想说杨阿健不然有错 但错 并不全在她 父母的事前如命 是起因 曾母的劝和不劝力 是经过 当下就是结果 感情是需要培养的 是需要相互了解的 2015年8月18日 经一审判决 被告人杨阿健故意杀人罪 死刑 被告人杨辉 犯帮助毁灭证据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